因为她行走非常的缓慢 而且她的背包呢 把她的整个身子都压弯了 而且我们当时官员 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她一个老人 带着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身边没有家属在陪同 一般来说 手机走私在入境片区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出境片区 走私184台这么大数量的 而且是二手翻新机 是极为少数的 这次案件也是罗伯海关 今年最大宗的走私手机出境案 我一项 我那一项 你现在的案件不是 来了 我一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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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